狗群狗分,你好,我是Eddie 我是BeeBee,劉希薇 我們歡迎《我不是神》的阿兵方中兵 大家好 是,先恭喜你發新專輯啦 我不是神 我不是神,卻想給你陽光 讓你的心,轉出新的土壤 謝謝 那今天,我們要跟阿兵來玩一個快問快答 你只可以回答兩個答案 我不是神 我不是神的意思呢就是 我不是神啊,我曾經是做錯選擇啦 或者是做過壞事 那還有另一個答案呢就是 我是好人 我是好人就是呢 我當初的選擇是對的 而且我那時候是做好人 所以我們現在有準備了十大問題 按阿兵來回答的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快問快答,馬上開始 快問快答,馬上開始 第一道問題是 你有沒有傷害過喜歡你的人 我是好人 我沒有喔 好,那第二個是 創作過程當中遇到瓶頸的時候 有沒有對身邊的人發脾氣 有沒有發過脾氣 有沒有發過脾氣 有發過脾氣但是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 所以我是壞人 所以我不是神 所以我不是神 OK,拍電視劇的時候 有沒有因為劇場某些原因導致你 好不想拍,然後馬上走人 拍電視劇的 想要馬上走人 我是好人 OK 好,那第四個就是 是否曾經告白失敗 告白失敗就是 就是你跟你喜歡的人告白 就是 我是好人是成功的 我是好人是成功的 我是神是失敗的 告白失敗 我是好人 沒有失敗過 也不是沒有失敗啦 就是有一些你可能覺得他 沒有機會 那就不告白了 就是 只打有把握的仗 好,第五大問題 另外道題是 有沒有對經紀人撒過謊 撒過謊啊 我是 我不是神 那第二道題 第二道問題就是 會不會把自己喜歡的東西 全部分給別人吃 然後自己餓著肚子 什麼都不吃 我不是神 還有一道題是 有沒有試過闖紅燈 我不是神 讀書時期從來沒有逃過雪 我不是神 還有 總兵會不會重色親友 我是好人 最後一道問題 這個很難 我跟你說一定很難回答 就是 全新專輯的名字叫什麼 我好難啊 我不是神 耶 我們經過今天的快萬快 然後可以慢慢的了解一些窘兵的過關 真的 他真的不是神 所以我們要好好支持專輯 所以我剛剛比較多的答案是 我不是神 我不是神耶 真的 對不對 他其實是想要宣傳專輯的 就是神師我做了很久的專輯 差不多九年的時間才發行的一個專輯 醞釀了九年 對 然後這個專輯我覺得是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完整的方炯斌的專輯 因為像裡面 可能大家所熟悉的方炯斌的情歌有 然後也有很多 方炯斌想要做的一些音樂的嘗試也做到很多了 然後也有一些 自己除了情歌以外的一些不同的面向 然後 而且以前大家都覺得我唱情歌嘛 就是情歌王子 可是我覺得都很多是傷心的情歌 所以我覺得不可以只有傷心的情歌 要做開心的 對這次也做了很多愛情中美好的時光的一些情歌 對 所以是我覺得非常完整非常豐富的專輯 希望大家會喜歡 耶 謝謝阿賓 謝謝 謝謝